房地产开发过去十年吧 都过得非常好 对于顾老师的课 肯定是非常不屑去听的 因为我们挺赚钱的 那个时候 慢慢慢慢大家都知道 房地产今天走到这个局势 我很庆幸的一点是 我在2020年就提前走进了他的课堂 我说非常感谢 有这样一个机会 顾老师好 同学大家晚上好 我是回儒学员 2020年第一次走进顾老师的课堂 我是做长租公寓 简单说就是房东 但在我做租房之前呢 我是做房地产开发的 建房子卖房子的 第一次听到顾老师讲 占据客户心智 讲沟通 讲怎么处理一些问题 讲我们的战略配偿的时候 感觉跟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一样 因为以前房地产开发商不讲这些 房地产开发商讲 怎么赶快买到一块地 然后把这块地赶快建起来 然后赶快把客户的钱收进来 赚了OK了 但今天越来越不是这样 经过了两年吧 首先是我个人成为了顾老师的学员 然后我们公司呢 也跟顾老师深度合作 为我们方域做了一个战略定位 经常会讲定位是要去占据客户的心智 其实我们经常会把客户理解为 是我们产品的那个用户 但是我认为呢 其实它光是这样子 当你把你的公司 作为一个产品的时候 其实你的员工就是你的用户 我们跟顾老师合作以后 顾老师给了我们一个定位的建议 提出了一个叫高档预居诸方语 在我们提出这个口号之前 我们公司内部有很多争论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产品 我们是要去打中高低等等等等 直到这七个字出来 我们公司再也没有任何争论了 大家都明白我们要做什么 可以说首先这个定位是占据了 我们所有员工 就我们这个公司这个用户的心智 带了一个最大的好处 是大家达成了共识 达成共识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是减少交易成本 减少沟通成本 走到今天 其实所有的成本 可能都抵不过我们的 所谓的交易成本 抵不过我们互相听不懂的成本 直到这个定位出来 直到我们精准地找到了我们的位置 直到我们在我们内部 从2020年开始 我们才决定 怎么样去砍产品线 砍产品线肯定没有错 但关键怎么砍 以什么逻辑去砍 这个很关键 所以我今天还是走到这里了 主要是想分享一下 经过了一个定位 我除了 顾老师经常跟大家讲的 说占据用户的心智之外的东西之外 我突然发现定位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把我们的员工 当作我们这个公司的用户 用我们的定位 去占据他们的心智 然后让我们的交易成本更低 让我们公司的效率更高 让我们的战略更加清晰 好 谢谢大家 感谢那个陶总的分享 方鱼可能在座的不住公寓 对这个品牌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方鱼是我们国内 目前做公寓这个板块 最高端的品牌 中晋广场它就有公寓 大概800套 你知道它的出租率有多少吗 它的出租率能达到 没房 关键是它很贵 大概39个平方 它要住七八千 旁边的房子有四五千的 甚至还有更便宜 所以其实方鱼的成功 会给你一个很大的启迪 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的产品 我们怎么去定位 我们到底要走哪条线 他们的品质做得非常棒 你走进去以后的感觉就是 你回到了一个像五星级的家 你租这种房子 你会让自己觉得 我挺牛逼的 这是第一 第二其实他 涛总今天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是 的确是补落我们一个空白 那就是定位 它不仅是在外面 它可以牵引心智 其实在内部 它还有一个巨大的作用 就是统一员工的思想 当员工的思想 从董事长一直到基层触角的员工 他的思想统一了以后 你会发现你的沟通成本 就迅速的什么 降低了 大家就不要再争论了 他们是以一居为主的 高档一居 出方域 所以所有的员工 就近往一处死 立往一处死 这样的话 我们的生产力 我们的评销 就迅速的会上升 很感谢涛总的分享 这个分享对所有的 正在奋斗中的中国企业家 都有很好的介意 就定位可以迅速的统一 你的内部的 从董事长到员工的 所有的思想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成果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分享 我站在这个讲台上 已经15年了 我认识中国一万个企业家 我走进过 至少1000个中国企业 我们这个课堂 出现了无数的 中国的影型冠军 所以我认识很多 中国的百富榜 千富榜上的人 我可以很有信心地告诉你 只要你听懂了我说的 并且你愿意改变 你走出这个门 你的人生就开挂 如果你真的想做个牌子 你可能要牺牲一点你休闲的时间 因为你真的想做件事嘛 怎么做呢 我不是有个365的线上课嘛 我建议你和你的团队 就给你和你的核心高管 一个人买个365 又是没事把它当音乐听 这样培养你自己的语感 就你听多了以后 它就会有语感出来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干掉你对手 因为你的对手 是不会花时间去听的 在你和你的对手时间 谁花的时间越多 谁胜出的机会就会再大 大多数的人都是听起来 头头是道 回去一做就莫名其妙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落下去 花到耳朵边 好好听一下 有事没事就好好听一下 那里头我讲了六七个小时 特拉特先生用75年的时间 研究了25个品牌 最后75年过去了 还有20个品牌 仍然是第一 你的企业逆风翻盘 就在这九条路上 找到一条路你就赢了 你今生和你的下一代 都有可能世世代代走下去